我相信各位小時候都有一個經驗 就是在家玩火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在家玩過火 有沒有 我小時候有一次我在家 就是禮拜六日的時候 然後我在家 你知道小時候都會有輔助軟爐嗎 我家的軟爐是長方形的 然後立起來的 然後裡面就是有紅紅的啊 然後外面有鐵絲 那你知道小時候就會好奇嗎 我水瓶做的就是好奇寶寶 你知道嗎 因為就想說裡面 紅紅的裡面是不是真的很紅 你懂嗎 就跟那個什麼 可能那個什麼 那個狗看起來兇兇的 可是其實不會咬人 可是它裡面紅紅的是不是 說不定真的沒有很燙 然後你就會想去試嘛 你就會想要把衛生紙啊 什麼東西的那個 塞進去那個軟爐裡啊 那你知道 你知道就塞一張 哎唷燒起來燒起來很興奮 小時候看到火嘛 你知道把衛生紙塞到軟爐裡面 然後再燒起來 哇好好玩喔 你知道多少都會感覺 你們應該也會覺得很好玩啊 對不對 你塞一張不夠 你很快就會塞第二張 那塞兩張不夠 你很快就會塞第三張 然後大概大概 大概你大概塞到第四張 因為胃口被養 大概塞一包進去 你知道嗎 哇靠那一包進去不得了 然後以前以前 以前我 我阿公房間 跟我爸媽房間 都是木頭做的 然後那整包塞進去之後 拉出來 哇靠那個火整個是爆出來 你知道嗎 哇靠我差點 把整間家燒掉 沒有再跟你們開玩笑 我現在不誇張 不好笑 這個我爸媽都不知道 我跟我弟 我跟我弟一起玩的 他有一半責任 我們差點把整間家燒掉 還好我阿嬤去滅火 有沒有 所以我是很感激我阿嬤 開玩笑 我差點就 要是我阿嬤沒有那麼激緊的話 我們現在三個已經一起下去了 我們現在已經下去 陪小丁莉一起開戰車了 你們都會有這種經歷的 好不好 大家都會有這種經歷的 跟我說小時候沒逛 玩過火怎麼可能 看他媽只有玩過火是不是 每個人都玩過火的 在那邊騙我 你們一定玩過火的啦 在那邊騙 看講得好像他媽的 只有我他媽最不一樣 是不是 那大家都沒玩過火嗎 不是 好奇嘛 你們看到那個軟爐裡面 紅紅的 你就不會想說 紅紅的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那麼燙嗎 你看他這麼紅 你們就不會想說 這紅紅的是不是 那個什麼 其實沒有這麼厲害 有沒有 外牆中肝其實沒有到很熱 你就會想拿東西去戳 這個 每個人都會想這樣吧 又不是 你們小時候看到軟爐 你們都不會想伸進去嗎 對不對 我只是沒有用手而已阿 保險多少 沒有阿 不會 真的都不會嗎 鷹拉狼 小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小時候不會想這麼多 你們也不要要求這麼多好不好 我只是一個 我只是個孩子阿 我只是個孩子阿 那個時候我還小 智障智障的 我現在長大了 你看還不是表人才 有差嗎 你不要用小時候的標準去評斷人 你們想說 看他媽死小孩玩火根本智障 你們看我現在長大還這麼優秀 有沒有 開玩笑 就跟你們說呢 你們就知道了 玩火的人長大之後變多優秀 以後我有小孩 我一定讓他玩火 有沒有 玩火以後都長得跟我一樣 看多棒 你們以後有小孩 我建議你們是給他玩火 有沒有 玩完火之後就變成我這個樣子 多棒 對不對 完全都是一表人才 我建議各位聊天室一千多人 以後生小孩全部給他們玩火 就可以跟我一樣 包金 這樣 小時候其實發生蠻多事 就是 就是 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燒了整棟公寓 你看 還不是有人他媽的燒了整棟公寓 對不對 我就說了這個大家都有玩過火的 不是只有我 我就不相信只有我會玩過火 這個多多少少都有玩過的齁 每個在那邊裝 每個在那邊裝